随行有一个人卯月虚日 也就当下卯月虚日的时候 沾墓下公民可生否 我当下的公民是怎样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画像 当下公民如何 公民看什么 公民是不是以官为用 官鬼啊 对吧 以官鬼为用 对吧 来看嘛 那么这个公民亥水 这个公民亥水 自画回头刻 而且也是画墓 而且也是画墓 好不好 好不好 当下被虚土相冲 当下被虚土相冲 尘土本身是寻空的 一冲算冲实 一冲算冲实 是不是 等于说 这个尘土回头刻官鬼这件事情 首先被日成相冲的 时间会比较近 很快 本来是寻空的冲实了 马上就要回头刻 马上就要入墓 对吧 那么从用神的角度来说不好 从四摇的角度来说 四摇同时也入什么 虚土墓库 而且也入日成墓库 自画墓 自画墓 自己入了墓 自己入了墓 入的这个虚土墓 正好也是冲这个尘 回头刻 冲实这个尘回头刻 所以这几个东西连在一起 就是我自己要遭殃 工作也要遭殃 所以也和老人说了 大凶之兆 勿忘升迁 且防刑狱 因为入墓有坐牢的意思 对吧 关进去了 墓进去了 将军说这是我的侄子 当年29岁的时候 就跟你问过了 你说49岁的时候 要有险 有危险 今年正好49岁 到底是有什么危险 你说明白 也和老人说 既然挂之前后都照应 墓下诸事更宜慎之 什么事情都要谨慎 也和老人只能这样说 你说具体什么险 也和老人也不是神仙 我告诉你了 牢狱之灾 你说具体因为什么牢狱之灾 不知道 对吧 不知道 那好 这又是一挂 这又是一挂 那么这个挂 其实还有一些信息要看的 这些挂 其实还有一些信息要看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观鬼害水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试摇是寻空的 我们的试摇是寻空的 这里的害水 这里的害水 它发动 硬摇这个害水发动 对试摇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硬摇这个害水发动 对试摇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本来是寻空的 我本来是寻空的 但是这个害水发动 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冲的作用 它一定程度上 对于这个试摇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它其实是一个充实的效果 它其实是一个充实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硬摇的观鬼 这硬摇的观鬼 跟试摇这个充实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中间是可以 取一些细节的 我觉得可以取一些细节的 但你们说的坏事是后一步 我们等一下再说 我们单说先说充实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试摇呢 它是寻空的 它本来是空的 但是因为硬摇的观鬼害水 对试摇形成了一个 冲的效果 把试摇充实了 有一种我好像本身是空的 没有办法去做成这件事情的 它把我充实了 让我能做成这件事情 有这种感觉吧 就好像我本来 不胜任这份工作的 但这份工作 就是一种冲的效果给到我 我们说鬼来客室 关来客室的时候 本身就是需要自己强望 才可以去得到这种情况 对不对 那么这个试摇 这个试摇在上摇 越见虽然相生 很妄想 然后入日暮 就是它的状态还可以 但毕竟寻空 然后硬摇对观鬼害水来充实我 它们之间产生这种关系 可以代表的是 我有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 我并不是特别的胜任 我本身可能不太能拿捏的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而让我去继任了或者胜任了这份工作 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点 白虎鬼 对有点感压像上架那种 第二个白虎鬼来冲克适摇 也可以代表鬼可以代表什么 鬼可以代表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鬼可以代表不好的事情 白虎鬼来冲克适摇 那么同时也可以代表将会被问责 要有一些鬼 要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要对我进行冲克 要对我进行冲克 可以理解吧 如果只是克我的话 我是寻空必克的 本来找不到我的 但是他把我充实了 又来克 他又会起到这种充克的效果 这样的作用 然后再往远了看 就这件事情再往远了看 第一 适摇入虚土的墓库 越见相声 妄想 入虚土的墓库呢 我并不是说那种衰败入墓 很不好的事情 第二 第二 你既然以鬼来克适 代表的是有灾有难的话 我入墓实际上也算是一种躲避 当然以坐牢的方式进行躲避 也不算是坏事 那么 关鬼 害水 虽然 回头克代表丢关霸子 对不对 但是同样的 当你以关鬼害水定义为灾的时候 这个回头克和入墓 是不是一定程度上 也限制了关鬼害水的力量 思考 而是如何限制呢 本来关鬼害水是 画出来这个程度 回头克是空的 因为我誓遥入了虚土的墓库 而虚冲尘 使得它由空变石 才得使害水 入墓和回头克 虽然礼法上 它一定是回头克 但我们在取向 取向就要从相法上面 这些空啊破啊 之类的契机上面 去找这些变化因素 也就是我入墓的这件事情 我坐牢的这件事情 一定程度上 也使得这个鬼来克 我这件事情 解决得以解决 可以理解吗 得以解决 也就是应咬 尘土 一定程度上 也是最终 这个尘土 虽然在礼法上 是不可能去把这个虚 冲开的啊 但是也是最终 比如说能打开虚目 让我出来的 这一个契机所在 然后再加上这个卦象啊 这个卦象 离为火 便正为雷 八存卦 便八存卦 卦象是什么样的 正为雷 五行为木 离为火 五行为火 这是木回头生火 对不对 从大象上面 大象回头生来说 可能长期来看 并不一定是一个 极其危险之卦象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 虽然没有反馈啊 虽然没有反馈 但我个人觉得 丢官罢职是百分之百的 坐牢也是需要的啊 也是需要的 但是可能还是 你看他说了 是他侄子吗 是他侄子吗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还是可以什么 后面处理处理啊 处理处理 还是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只是说工作 官这个东西你就算了 官这个东西就算了 命还是保得住的 或者说这个人 最终可能还是 留得住的 或者还是有用的 对就这种 当然49岁了 再坐个牢 是吧 我没有反馈啊 这是我对于这个挂像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挂像的时候 多想一点 多想一点啊